乳牙蛀牙了,没关系,之后还会换横牙,这是正确的吗? 根据国际文献,乳牙时期就蛀牙的人一辈子都容易蛀牙 万方医院儿童牙医科王敏靖牙医师表示 幼童应该从长牙,也就是大约六个月 最晚也要在一岁之前开始第一次看牙及屠夫期 并且定期检查牙齿才能远离蛀牙 其实乳牙在出生的时候,就算还没有长出来 其实恨牙牙胚就已经在底下了 所以当它如果有任何发炎感染的时候 其实底下的恨牙牙胚就等于是泡在农林面长大 所以看到它即使是恨牙长出来以后 也会因为它的乳牙的那个浓包 而已经破坏到它的牙齿表面 所以它会变成一辈子都容易蛀牙 所以在小孩子看牙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现在国际耳中牙医学会 推荐有四个的一个重要指引 第一个指引是大家能够了解 早发性取齿跟大人的蛀牙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限制小孩子的一个糖分摄取 因为不过在营养学还有其他的科学来讲 小孩子过早有一个糖分的摄取都是一个不安全的情形 所以我们现在一致的是推荐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就是不可以在他的食物中有额外的添加糖 那简单来讲就尽量让小孩子在两岁之前都是吃原型食物为主 那第三点就是从长牙开始也就是一岁以前大概六七个月 他们就每天使用两次一千匹片的含浮牙膏 不需要等到已经会漱口了才开始使用含浮牙膏 那第四个就是今天要讲的 就我们希望小孩子看牙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一岁之前就要开始 也就是他大概长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学龄前儿童整合性社区筛检服务开跑 满三岁以上为满四岁的幼童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听力筛检 满四岁以上自未上小学的幼童 则是身体口腔及视力筛检 对于未通过筛检之幼童也会提供后续转介及追踪治疗服务 那台北市在95年开始有这个学龄前儿童整合式筛检的服务 那我们在视力筛检的异常率呢 从106年的14.61 那一直到了111年的10年年8 那在这个部分呢 取齿的部分也从48.06降到了34.08 那身体检查的部分在新杂因的异常率1.79 那领导的部分也有1.44的这个部分 那后续做了相关的这个追踪 然后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及早发现相关的问题来及早的治疗 为了增进儿童牙齿屠服 除了可以在牙科执行 也提供社区巡回服务 请家长们踊跃让幼童接受筛检 及时掌握幼童的健康状况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